一隻隻紅通通的螃蟹 隨著大火 在鍋子裡快速翻炒 白色的蒸氣 襯托著鮮紅的螃蟹 洗鍋前0.米酒 普比的香味 讓人垂鮮三尺 咖的醫生 用專門的工具一壓 堅硬的蟹殼 就這樣硬生裂開 裡面肥美的蟹肉 也立刻展現眼前 其實吃螃蟹 還有這種前端尖銳的工具 用這個把蟹膏狙擊 再一口吃下 也可以用剪刀 把螃蟹順著關節剪開 也可以輕鬆吃到美味蟹肉 滿方便的 夾了之後直接剝 就比較不會上司家 就是非常的鮮甜 然後沒關係這樣子 然後其實它的肉 還滿飽滿的 對 有了方便工具 不管是蟹肉還是蟹膏 都能輕鬆吃到 拿起剪刀跟螃蟹熬相比 螃蟹熬顯得口無有力 但這麼好吃的螃蟹熬 到底怎麼綁 用一條紅色的塑膠繩 繞過蟹熬兩圈 這一巴自行 將另一側的蟹熬綁緊 最後將紅色塑膠繩 在螃蟹背後 吸上兩個結就大功告成 怎麼抓 後面 怎麼抓 比較不會咬到 原來這麼鮮美的螃蟹 其實暗藏危機 如果被蟹殼上 尖銳的刺給刺到 除了受傷 還有可能會感染海洋胡菌 在享受蟹肉的美味時 也要留心這潛在危機 記者陳生一草衛生 高雄報導 趁著來 趁著來 吃爛 樣子 找麻糬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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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